黃毓民議員 在187年成立了東華醫院組織,開始籌見 1872年,其實東華醫院開始開幕 这个开幕典礼非常盛大 挂花牌有很多庆祝活动 当时的香港社会是一件很大的盛事 港督也是亲临去主礼 东华医院的成立对于香港的华人社会意义重大 因为除了它是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的医院之外 它的董事局是正式立入了政府的管理体系 这是香港政府认可的第一个华人社团 一个比较更出名一些 或者可以是跨地区或者是跨性或者是跨业的组织 就是文武庙的直理 但是很重要就是东华医院组织之前 政府是对这些这样的社团是不承认他们的 所以变了他们有他们的活动 政府有政府的活动 是他没有一种沟通的不是一种沟通的渠道 有了东华医院之后 很多一些跟华人有关系的事宜 都是变了由东华医院去讨论 东华医院的总理实际上是跟港府沟通的华人代表 模型中也都为自己挤身上流社会创造了机会 当时不少华商都有心出任东华总理 并且积极向东华捐输 在东华成立之后 医院的运作完全依靠社会捐输和物业出租的收入 这样维持了66年 东华医院最终都要面对资金不支的困局 政府同意拨捐输资助东华医院 前提是东华必须接受政府提出的七项条件 这封政府当年回复的信函 详细记录了这七项条件 其中第五条就是要求东华逐步放弃中医治疗 他们更加觉得中医是不科学 也是很排斥中医 所以也有好几次 其实政府很希望东华能够放弃中医治疗 而采用西医的办法 除了取消中医服务 东华医院董事会接受这些条件 换取政府承诺 每年补足东华经费的不足部分 后来东华医院西医的比例不断扩大 但是并没有放弃中医治疗 以后我们都继续做 但是经费不足的时候 由政府补足 政府就答应了 因为答正那条 我们东华今天只能够发展得这么大 由于东华总理承接了文武廟直理的功能 华人社会不少的纠纷 只要不是到了犯法的程度 很多都会交给东华总理去审理裁决 很多华人家庭的问题 或者是商业上的问题 都可以用回中国 或者是华人比较熟悉的 或者是传统 或者是尊重的一些 这些规条去解决 有了东华医院之后 每一年的总理 都是在商业的各个界别里面 找出来是最得高望重的人 这个是成为华人社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凝聚力的焦点 除了向华人赠医施药 东华医院还承接了 游文武廟直里 在西环牛房附近开办的 仪庄的工作 仪庄是海外和本地华人 在过身之后 等待回乡安葬的灵救寄放所 对华人来说 能够落叶归根是一个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虽然身处外地 其实很多华人 都希望死的时候 可以回乡一下 这是一个普遍的华人的意愿 在过往历史上 好像这些完整安葬的服务 其实不是东华白气的 其实中国名称时期 也都有一些志愿机构 或者一些仪庄组织 是提供这些服务的 在外国的华侨死了之后 那些人终归想运回来 自己家乡葬 或归根到底 但是运到来 香港未必有船 立刻跟你运回乡下葬 所以我们有一个 东华设了一个仪庄 仪庄就是 那些棺木回来之后 未能运回乡下 就进了一个仪庄 香港一开埠 政府就画出不少地方 给西人做墳墙 对华人的脸庄 就一直不过问 华人死后 多数都是坐在西环上环一带的 链状岗 自从东华开始 香港开始有 比较正规的华人墳墙 当时叫做仪山 开始建议东华医院的时候 因为本来它是一个坟墙 未必是一个坟墙 是一个壮地 我正在说是一个壮地 所以地下 自然有鞋骨在 所以东华建立的初期 首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这批鞋骨 结果就将这批鞋骨 重新去迁壮西华 就是现在后来我们叫做牛房二山 这批鞋骨度 1899年 因为牛房二庄的地方太浅责 东华总理向政府申请了 西区大口环一块山地来 兴建新的二庄 并正式命名为东华二庄 这个时期 早年去美加开金山 开铁路的华工灵贾和骨折 大量经东华二庄转运去到 乡间安葬 间接带往香港的航运业 和对外贸易 不单止对东华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其实对香港整体的商业发展 贡献都很大的 主要就是因为海外的华人 他信任东华 因为东华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 对原籍安葬 商业上很自然 亦都会对这些商人 因为他们对原籍安葬处理得很好 他们很信任他们的能力 生意上一定会对他们有帮助 因为这样 很多病危的华人都被送到东华医院 而因此东华医院的死亡率 比同时的亚历士医院 国家医院都会高很多 这个亦都成为政府医官要取代中医的 另一个借口 这个医院的死亡 你看来好像很恐怖 因为二千人进去有一千人死 就是差不多一半进去死 但是这个确实是他医院 他的成立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可以代替了这个国家的疫情 东华后期虽然得到政府的资助 但是积极向社会母捐的习惯 并没有改变到 深入香港人心的二买其仔 牵动千万观众的 欢乐满东华母捐 都是由东华手葬 并且影响了一代香港人社会风气 进入二十世纪 东华医院先后创建了广华医院 和东华东医院 并且在1931年 统一由一个董事局管理 称为东华三院 在50年代 东华三院又分别创建了 东华三院冯瑶敬医院 和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 到现在 中医仍然是东华三院着重的服务 讲回03年这次的SARS的疫症 其实东华都是不违而力 是希望运用到本身的优势 是除了一般的 我们用西医的方法去治疗之外 都可不可以看一看 中医有没有特别的长处 是帮助医治一些SARS的病人 当时也是透过了各样的渠道 就是成功邀请了两位 国内来的一些专家教授 他们是帮忙 就是加上中药的方法 去医治SARS的患者 每年秋季 东华三院的总理都会穿着传统服装 在文武庙举行秋祭典礼 为香港市民祈福烧灾 近年 他们联同其他团体 筹谋为兴办现代化的慈善事业 开创新局面 疫症令香港政府真正开始关注公共卫生工作 灭鼠运动和洗太平地也都随即展开 但是老鼠就越灭越多 洗太平地又遭妇女反对 要知道因由 请看下一集 洗太平